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习惯 让你人缘变差吗? 破坏好感的行为,千万要留意 在同一个团体或者是大家俗称的同个圈子里面 有些人你跟他相处 你就会发现越认识越深 你就会越感受到他的好,越喜欢这个人 但又有些人呢,你跟他越接近 跟他接触越深 你就会发现一些无法忽视的缺点 今天呢,就提供大家四个关于说 很容易会破坏好感的行为 千万要留意 首先,第一个会破坏好感的行为呢 就是一 说话带刺 或是习惯负面的批评 你有没有身边有那种朋友 或是以前的同学 他就是喜欢从脑批评下手 去谈论各种事情 比方说时事也好 或是别人只是跟他分享说 我最近考试考得不错 我最近用了一个新的什么粉底液 我最近打球的成绩如何 他就是会用负面的角度去批评或泼你冷水 说你这个成绩也还好吧 拜托你长这样子 你那个擦什么东西也不会变得多漂亮 就是会讲出这类的话 但你跟他可能是好朋友的关系 或是你不是同个圈子 刚开始你会觉得说 他就是爱开玩笑 爱闹你这样 但久了你就会往心里去 因为有一些评论呢 他就是基于一些事实 或是基于一些 他看到你生活的一些小习惯 那你知道 你即便知道说 他是在开玩笑 他是没有那个恶意的意思 但是你听了就会不舒服 而且说实在的 你跟他够手 你可能可以懂他 但其他旁观者 或是其他别人 可能听了之后 就会觉得说 他讲得像是真的 因为他可能在批评你 一些什么细节的习惯也好 或是有点栽赃你 借由栽赃你 或是你知道开玩笑 来让那个气氛很欢乐 但是有时候 那个栽赃讲久了 就可能会成真 举例来说 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知识 他可能身高不高的朋友 他可能自称是160 但事实上可能就是158 那其他朋友可能就开玩笑说 你不是身高才150公分吗 你懂吗 讲久大概就真的以为 他是不是身高150 或是体重也是 就有时候可能 熟的朋友可以拿身材开玩笑 但是有时候过头了 或是你讲得太过写实 就有容易会让人家真的 默默地扣掉一些好感分数 所以千万要留意 而且上述的都还是跟自己好朋友的互动 可能没有这么严重 有些人真的还会把这样的互动形式 放到所有的工作上面去 跟他的同事啊 跟客户也会这样讲话 那就真的会让别人觉得说 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 这么过分 这么恶劣 所以要小心 接下来第二点 关于说会破坏好感的行为 千万要留意 就是二 分享欲过于旺盛 导致跟人家聊天的时候 很爱插话 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他天生就是很健谈 但你跟他认识久之后 你就发现说 他可能就是天生 他的分享欲非常的旺盛 很爱跟大家讲 他看到的所见所闻也好 或是他看到的什么故事 他都想跟大家分享 今天跟A讲完之后 看到B又要再重新讲一次 但其实如果你跟他构熟 你懂他这个性格的美感 你就知道说 好啦 他就是这样子的人 但有时候你刚认识一个人 或是新加入一个对话里面的时候 在这种社交场合里面 如果你太爱插话 就有可能会让他觉得 你有完没完 你为什么什么事情 都要以你为主 或者是我还没讲完 你为什么要 把我的麦克风抢走 你或是把我这个spotlight 赶快转到别的地方去 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这点就是扣分的 但我必须为这些人讲一下话 因为有些人真的在家里 得不到关注 所以他在外面 就得要就是 以那种语速比较快 或是要讲话 以插话的形式 来博取别人的关注 那这种是他个性上面 可能从小而养成的 但他可能不自知 那身为好朋友 可能你了解他这个个性 但是你要自己去意识到说 你这样的说话方法 人进应对可能会受到 比人就是白眼 或是内心会小小的 觉得说你这样子 就是不是很事项 所以千万要留意 现在第三点关注 会默默破坏好感的行为 千万要留意 就是三 太过于没有主见 人家问你什么 你都说随便啊 我都可以啊 这样子 但这一点其实有分阶段的 你在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 你可能跟他不熟 所以你可能会希望说 我要释出一点善意 以你为主 我都OK 你今天我是 刚认识一个新的客户 然后是一个顾客 你可能就是跟他见面 吃饭聊天 那可能他就问你说 你想吃什么 你就说哎我都可以 这种刚认识没多久 那你就会以随便都可以 去希望对方 因为以客为尊嘛 所以以他的意见为意见 或是以他的喜好 作为一个方向 那OK 但是如果你们 今天已经认识几次 或是你们今天是朋友 或是同事 就是互动往来蛮密切的 不能够每次 人家问你意见的时候 你都是以这样的回答 去应付别人 比方说吃什么也好 工作上 人家问你说 你觉得A跟B 这两个 然后设计哪个比较好 你也都说 都可以都随便 那久人家觉得说 你这个人到底是客气 还说真的就是 没有意见 没有想法的一个人 那久之后 人家有任何 想要询问意见的人 也不会找你 然后或者是 人家之后跟你出去玩 行程啊 吃饭啊 什么之类的 都不会想要问你 因为就是 直接帮你做决定了 那你之后 可能就内心觉得说 哎怎么都没有问我一声 你们就擅自的帮我做主 这样子 感觉自己很像不受到尊重 但是这个尊重 是你自己交出去给别人的 所以千万要留意 而且说实在的 很多人呢 如果他就是跟你认识 够久之后 他会希望说 可以借由问答之中 去理解你这个人 但是如果你每一次的回应 都是那种 哎我没有特定的喜好 我都随便 我都可以的话 那就无法去理解说 你这个人到底 喜欢吃什么 你喜欢哪一类的活动 或是你到底 在工作上面 人家在讨论的时候 会有个方向 你是一个没有方向的人 那久之后 人家也会觉得说 嗯 这个人 我要打一个问号 接下来 第四点关于说 会默默破坏好感的行为 千万要留意 就是四 太过势力言 对别人大小言 有这个行为的人呢 往往就是 出自于下意识的反应 而那个反应 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那个直觉性的回应 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就是没有包放在眼里 你就是对那个A同事比较好 所谓比较好 可能是你看在 他可能有利可图 或者他可能是公司里面的 乐门的什么主管人选 所以你会觉得 你想扒过去 之后可能有点好处 或者是你在一个社交场合里面 真的是公关活动最明显 你看到哪个公关里面 旁边就会黏了很多人 或是哪些艺人旁边 就会黏了很多 那种所谓的网红 想跟他拍照也好 或想跟他互动也好 当然这个商业的场合 在商业上 大家的时间有限 所以大家都想建立人脉 跟那个老说的key man 聊上几句 未来就好合作 或是互动 可能他take我一下 我就会粉丝涨很多 这个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对待别人 跟对待这个所谓的重要人物 落差太大的话 那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这个人真的是很势利 就是你看他很红 你就会扒过去 或看他现在就是势头正旺 你就会想跟他多接触 那如果今天本来跟你是 交情不错的人 那可能最近老贼的 或是最近可能遇到一些低潮 你就开始会淡出他的生活 那这样子 人家也会觉得说 久了 你这个人就是一个 非常以利益导向的人 那无法身交 你不是把我当朋友 你是把我当成一个棋子 当我这个利用价值 慢慢的消散的时候 你就会慢慢的把我放掉 那久当然会就扣分掉了 好啦 那今天就是以四点来聊聊 关于说 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习惯 可能会让你人缘变差 破坏好感人的行为 千万要留意 那最后还是要介绍一件 内壶的美食 叫做春河卷食 铁板卷饼专卖 地点靠近港前捷运站 它的招牌呢 是亮眼的蓝色 那一眼难忘 真的经过 你就想说 这间店是卖什么的 就无法分别 那店家贩售是那种 新形态的创意料理 是把那个卷饼跟铁板 两个元素并在一起 创造出日系口味的卷饼料理 那共有八种口味 另外你还可以加价 可以加蛋跟加起司 那它除了卷饼之外 每天还有限量的日式炒面 我这一次吃完之后 我觉得它的内馅 炒得是真的蛮好吃的 虽然它价格 我说实在的 以它的价格 跟它的分量来说 是有点小贵 就100元以内 大概八九十块 但如果你要加蛋的话 可能就快100 所以偶尔吃一次还行 但是我觉得它的用料 它的做法是蛮特别的 值得尝试一下 那相关的资讯呢 我有拍影片 我放到IG 其实您应该 请大家去IG搜寻 其实您应该 按赞追踪起来 我在线东东方很多 有趣的即时新闻 还有梗图 所以你一定要追踪 才看得到 好啦 那只有今天的 其实您应该 下次见哦 珍貌 我们的资讯